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莲抢搭无人机和AI智慧农业的商机 特别举办了AI无人机智慧农业专班 近几年来因为无人机的成本低、效率高 已经广泛地被应用在农药的喷洒上 花莲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 希望能够导入智慧农业观念 以及专业的无人机操作 培育花莲未来AI无人机青农科技的人才 台湾无人机应用发展协会 首次在花莲开设无人机AI应用花莲智慧农业专业班 协会近年来推出的无人机训练课程 一直受到业绩的认可 拥有良好的口碑、成果丰硕 目前已经培育出许多无人机专业人才 无人机在疫情的应用 反而也是一个很有用的发展 所以这个 花莲好山好水 其实可以适合很多无人机的应用 除了我们今天做农业以外 还有这个观光旅游这一段 可以用空拍 可以用360空拍 VR导览 那么我们很高兴有机会把这个AI GOATS 福人机加AI在农业应用的这个课程 能够在花莲卧币 那今天这个讲期 这个所以说是我们 感谢我们理事长在这边 在我们花莲播下一个种子 播下一个种子 那我想我们会把这个种子好好的照顾 将来让它能够发芽 能够茁壮 那我们花莲也希望说 能够走在前面的一个 比别的县市走在更前面 我们能够好好的运用这个无人机 好好的运用这个智慧农业 让我们整个花莲线的农业能够走在前端 这一帮花莲青农种子学员 也有更加长远的打算 他们也自发组织成立 花莲无人机应用发展协会 未来可以充分地利用AI无人机的科技优势 以及整合农业系统方案 即可取代人力喷药 自己农作物之外 也帮助其他农友带喷 又可以结合AI监控作物 灌溉与病虫害等健康评估 记得综合与风云争报导